不过妈咪很担心 她还好啦 她说爱心泛滥全部给动物 她也不是特别在意 反正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好 她们只怕我没钱 郭北婷与向左两个人 如今已经是娱乐圈中了一对碧人 他们两个人郎才女貌 性格又比较合适 堪称一段姻缘佳话 而从而出这一段佳话的人 这是向台 向台界娱乐圈有很高的地位 尤其是香港界 她和丈夫向华强 几乎打出了香港电影的半边天 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女强人 可能让很多女孩 对这样一个婆婆望而止步 但是郭北婷呢 却凭借着自己的 她以前为儿子向左操心过的感情史 还不少呢 向左之前是谈过不少女朋友的 但不是背景不好 就是性格不佳 没有一个能够入得了向她的法眼 所以在向她的威力下 向左不得不分手 众所周知 向她承拦性格强势 自然不喜欢同样强盛女人 嫁进自己的家门 那时候啊 肯定会鸡犬不宁 她要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乖巧 懂事的儿女媳妇 这样才能够和睦相处 而郭北婷的性格 就非常讨喜 属于乖乖女的类型 性格纯良 又非常有爱心 一般不轻易 忤逆长辈 向台看重的 就是郭北婷的性格 不太跟圈子没人来往 小时代那些会出去疯啊 玩 她不会 曾经在亲戚综艺最美的时光里 向她就不止一次夸奖过 郭北婷长得好看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娱乐圈中像郭北婷一样 单纯又好看的女孩太少见了 她自然也是要为儿子 抓住这个机会的 所以才会千方百计的撮合两人 在节目中 向台三句话都离不开郭北婷 一言不合就喊儿媳妇 而郭北婷呢 也十分的识相 给向台拜年的时候 就乖巧的说 妈咪新年快乐 以后要多多包涵 向台听后啊笑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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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多多包涵 反正就笑了 妈咪新年快乐 以后多多包涵 连郭爸爸都和向台说 录完这个节目 你就把她带走吧 还喊话向左说 想娶我女儿可以 但要另外买一间大房子 专门养她那些动物 郭北婷对动物啊 真是爱到极致了 记得向左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抱着鸭子坐在地上 实在是太可爱了 在向台的撮合下 向左与郭北婷之间 很快就产生了感情 甚至发展得非常迅速 短时间内结婚 又快速怀了孩子 如今女儿都已经百天了 向左对郭北婷 永远都是充满爱意的眼神 而大名鼎鼎的向台 对这个儿媳妇也是超满意 每次郭北婷受到质疑 或者被攻击的时候 都是这个婆婆 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儿媳 如此霸道 又充斥着满满的爱意 一次郭北婷 就跟向台抱怨 没钱养小动物了 向她知道 郭北婷最喜欢小动物 也非常支持 当即承诺要在香港 给郭北婷买一块地 专门给郭北婷 养那些小动物 向左听到了之后 都吃醋了 我都没有地 看来向台是真的 非常喜欢郭北婷了 不然也不会 专门要给她买地 而且向台呢 是有这种能力的 那我在香港 买一块农地给你 哇 我都没有地 你喜欢养那些东西吗 那我还弄个房间 给那个郭爸爸打游戏的 打就好了 我我不赔这样的 很多网友都说 一直以来 雷厉风行的向台 原来也是个好婆婆呀 向台很耐心的 手把手叫儿媳妇做饭 在吃饭的时候 向台也是 首先给儿媳妇 加一块鸡蛋 连向左也被她冷落了 对郭不婷 做的菜呢 也是拍手称赞 向台对待郭不婷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真的是让人羡慕 她是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永远这么单纯 不随波逐流 好的 谢谢妈妈